菲萱 很開心跟那個江大姐認識 喜歡是無油煙的烹調 可以吃到全食物 我會在這個地方有個工作 就是希望我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第一個最重要是自己可以獲得健康 因為沒有油煙 所以我很多的東西我都可以用蒸的 我喜歡蒸青菜 那這一部分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會牙齒不好 然後餵食道逆流 那牙齒不好所以腸胃也會不好 那以往可能吃的不正確 所以食道逆流的很嚴重 那現在因為吃的全食物 然後沒有油煙的烹調 所以自己很健康 所以希望可以跟更多人分享健康 那你怎麼會有這個機緣 碰到這個參加了這個烹調教室呢 因為我的朋友之前就是 他在做美容的 那他就是希望可以結合養生餐 那因為我就很想要學養生餐 所以我就我也就是參加學習 那學習以後那剛好公司可以有機會 也可以讓我變成老師 所以我也很開心的參加 那現在就是熱子不疲很愛做東西 然後我也經常自己做麵包做蛋糕 然後大概吃的東西 只要不是煎的跟炸的 大半我都可以自己動手做 那甚至好吃的餅乾啊蛋糕啊 那我們都是自己動手做的 所以說回歸到最好的就是吃全食物 那你原來就很喜歡烹調嗎 因為我要照顧家人嘛 那烹調是一般我們一定要做 因為要吃三餐嘛 那以前沒有這個的時候 還沒有到那麼厲害啦 那現在真的就非常厲害 做的東西都是大家都很喜歡吃 然後每次都是吃光光 你是說要照顧家人 旁邊這一位就是你照顧的家人嗎 沒有這個媽媽照顧我 我照顧小孩 照顧先生 沒有啊這個養生腸 最健康沒有油煙 最健康沒有油煙嘛 我吃了這個以後我臉色也比較 就是也是有養圓美容這樣子 比如說老人幫會變少啦 啊就不喝咖啡不喝茶那一類子 所以就吃這些養生腸 讓我覺得我現在老 精神比較好 精神比較好不會那麼老 那你常常來吃嗎 常常吃啊 他只給我吃啊 他會煮一煮我帶回去吃這樣 所以你中午跟晚上都在這兒 對 哎呀這太好了 就是 就等於說你在這兒陪女兒一起開店咯 對啊 那真是幸福 那我也喜歡煮啊 所以就這樣 你也喜歡煮 你也會煮 你也會煮 會啊會啊 我家裡也有煮 你也買了一個 是 好謝謝 那今天我們有些什麼東西 跟我們介紹一下好嗎 我們清蒸了一個絲瓜還有地瓜 好那絲瓜呢我只是簡單的用一點點鹽巴 一點點胡椒 那地瓜是完全不加的 所以都是原味的 所以我們有一杯這個真的是絲瓜湯 你等一下請江大姐來品嘗一下 好謝謝謝謝 好這樣 那這個很容易做嗎 那個 非常容易啊 絲瓜 絲瓜要做的 蒸多少時間 絲瓜跟地瓜我同時下去蒸 大概蒸15分鐘 噢15分鐘就好了 對 所以我同時就是我可以煮飯的同時上面就是蒸絲瓜蒸地瓜 那我就一鍋三料理那很輕鬆 嗯 那我在20分鐘內我都可以搞定所有的 你剛剛好像有提到說有些有媽媽是為嬰兒做食 對 嬰兒的食品 對 那個是怎麼樣呢 因為他那一次來我這個教室學習的時候 那他就用戳車帶他的小朋友 他小朋友是不到一歲 那我就跟他說我可以幫他這個可以做嬰兒副食品 然後我們就當場用了那個紅蘿蔔去吃啊 那我六秒鐘就把他紅蘿蔔打成那個紅蘿蔔碎塊 那他告訴我說啊怎麼會是這樣 因為他在家要切20分鐘 那我只有短短的六秒鐘 然後所以他就覺得非常的訝異 那最棒的是我們每一次跟一個家庭分享這個健康的訊息的時候 小到那個三歲的小女生都很愛 然後他會幫媽媽說媽媽我要來做 然後他就站在這個小電腦旁邊就在按下一步下一步 然後那天我要回家的時候他不給我回家 因為他捨不得我走 所以我就感覺很開心 有一種很幸福很感動的感覺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像那些老人呢 他們不能吃東西要用灌食的 那那種人可以用這個來做嗎 可以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煮濃湯的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把東西都磨成細膩 那像我們的豆漿啊 我們自己常常就是自己煮豆漿 不管你煮黃豆漿或者黑豆的豆漿 我們把它磨成細膩 我們是不去渣渣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那些豆子的那個植化素啊 它所有的營養 胺基酸啊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喝下去 為什麼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腸胃不好 可是我用這個我煮了豆漿或者是我自己煮的濃湯 我喝了以後我第二天會很順暢 為什麼 因為它是低溫就很溫控制在100度的噴條 那食物都不會變質 那重點是我們比方的這個黃豆 我們是不去豆渣的 那豆渣都是進到我們的肚子裡 所以植化素都在 那這個也會增加我們腸胃的蠕動 所以呢就會很健康 所以今年我們又過了一個一塊很輕鬆的年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沒有在外食 然後都在家自己做 然後也很輕鬆的 就是很短的時間就可以搞定年財了 好的 謝謝兩位讓我吃到這樣的好的東西 謝謝 感恩